市面上的雷射琳琅满目 想要一种雷射应用多种症状似乎是不太可能 就红宝石雷射而言 它的应用在何处 是用各种症状吗 雷射除毛的原理 还有除斑的原理 主要是根据选择性光热分解 来达到它的治疗的目的 红宝石雷射它的波长是 694Nano-Meter 它的好处就是针对黑色素的吸收很好 但是因为它波长比较短 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太深的组织 那毛囊通常在比较深的组织 所以它用694红宝石雷射来除毛 效果就不是很好 但是它用来除斑 效果就很好 但是缺点就是 还是要小心反黑的可能 除了红宝石雷射外 雅力生蛋雷射比较适用于除毛 它与红宝石雷射差别是在哪里 根据选择性光热解 波长如果越长 穿透的神度会越深 但是如果波长比较短 它对黑色素的吸收会比较好 所以694Nano-Meter的红宝石雷射 它对于黑色素的吸收会比较好 但是它因为它没有办法达到太深 对于除毛效果就比较有限 那75Nano-Meter 雅力三大雷射 它可以达到比较深的组织 它对毛囊的清除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雷射的名字很多 就诊时医师会提到的儒雅各雷射 它与禁肤雷射有关吗 通常是用于皮肤哪个症状 儒雅各雷射它可以把能量集中到高能量 做一个除斑的破坏 但是如果我们把光点拉大 能量降低 做一个全脸的Tony 全脸的大扫除 这就是所谓的禁肤雷射 所以禁肤雷射它就是用低能量 大光点的方式 做一个全脸的治疗和修护 所以往往需要多次 禁肤雷射目前联防上所使用上 一般在干斑 色素沉点 毛孔粗大 还有肤色不均的改善 这是最常应用的地方 什么是二极体雷射 与其他雷射适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与亚历三大雷射比较 参与又是维合 二极体雷射 就所称的Dial雷射 也有人叫做光纤美白雷射 它在市面上还是运用的蛮广的 那除了用作淡斑美白之外 因为它的波长是800到810 它加热的深度会比较深 所以也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它的除帽效果 会比亚历三大雷射还来得优异 也比较不会造成反黑